我自己感覺 雙子座不是花心 是那個雙子座沒有這麼愛你 射手座才渣啦 天蠍座 蠻害怕的 歡迎你好 哈囉 你今天主題是星座男的畫畫嗎 你是什麼星座的呢 我是雙子座 雙子座 首先是關於雙子座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網友很想知道 雙子座是不是真的不太說話 我覺得這個指控有點太超過了 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不說謊的啦 大部分的雙子座可能應該是就是 我們會用一個話術來包裝 但不是真的說謊 我自己本身是不說謊的啦 可能你在聽雙子座一直噼哩啪啦講的當下 你會整個人恍神 然後好像蠻有道理的 然後可能事後 事後一走 自己慢慢回想的時候才發現 好像 哪裡怪怪的 蛤 那你知道為什麼才找到嗎 我覺得如果在感情上面你想要 真的抓住雙子的話 我覺得你要 保持一點神秘感 就是你不能你自己這個人的個性跟你的背景啊 你可能在剛認識這個雙子座 你很喜歡他的時候 你就全部一五一十的全部跟他講 雙子座 雙子座就是一個很怕無聊的性子 可是如果你要在一起不會有 你比較繼續保護身體 就是我覺得你不能太寵溺雙子座 雙子座有點沒安全感 如果你今天就是時常 就是你可能自己很多事情要忙 那就是不太會主動跟雙子座聯繫的話 反而雙子座會就是主動黏上你來 你真的是一個對女人嗎 我覺得有一點 雙子座有點抖M 那另外一個還好嗎 如果花心還好嗎 射手座才炸吧 就他常常會莫名其妙笑死 我自己感覺雙子座不是花心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雙子座好像就是一直 就是放很多條線在看身邊的不同 或是很多人就覺得 為什麼我跟雙子座曖昧曖昧 到一個感覺好像快要到交往的時候 突然就是好像對我沒有興趣了 這個就是我覺得他 是那個雙子座沒有這麼愛你 沒有這麼愛你 就是雙子座在真正確定一個關係之前 會想要多去嘗試認識不同的人 嗯 就是想我說就是雙子座 其實是一個蠻沒有安全感的星座 在各方面 在各方面 沒有真的 我自己本身是不說謊的啦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是如果你剛認識一個雙子座的時候 你會聽到他都在跟你講身邊其他人的八卦 他聽來的消息 可是他很少講他自己家裡 或是他自己的感情 就雙子座是一個很喜歡保有神秘 然後他也很喜歡別人有點神秘 然後他可以去就是去挖掘 你看 怎麼樣才是真的 我覺得就是他會很主動耶 很黏 蛤 我覺得那是因為雙子座很喜歡透過聊天 然後發現一些心事 我自己本身是不說謊的啦 我覺得看電影蠻曖昧的 因為畢竟看電影就是一個 滋密的一個空間 雖然就是旁邊是有別人 可是因為就黑黑的地方嘛 然後又坐得很靠近 曖昧期 嗯 因為我自己比較相信一見鍾情 不是日久生情 曖昧超過一個月 他還沒有再更進一步的行動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 考慮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喜歡你了 沒筆 沒筆 那來問一下雙子座 的理想性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就是我自己很容易對 土象星座的人 就是很感好奇 像有 處女 金牛 摩羯 然後我之前可能 比較 感興趣的對象 就是 我有發現全部都是金牛座 就是金牛座 比較木嫩 然後你就會覺得 捉弄他們會很好玩 那你喜歡看騷子嗎 對 我喜歡 反差大的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想要 就是用自然 你怎麼建議你 你怎麼選擇 就是我方版 可以馬上去 就是 讓他們好奇 然後我覺得雙子座 丟給你的球 你 要去接 可以馬上打回去嗎 我覺得可以打回去 可是你不能打得比雙子座還猛烈 他今天發現這個人好像 真的很喜歡我 然後 非常的積極地一直在追求 我覺得雙子座反而會 害怕 對就是偶爾 你知道就是慢慢拉一點 慢慢拉一點 慢慢拉一點 然後等到他真的 咬上你的耳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地 收線了 想煮最差嗎 我個人對於天蠍座 蠻害怕的 就是喜歡有神秘感 可是 我覺得天蠍座有點太神秘了 我覺得 城府比較深 雙子座的地雷 雙子座的地雷 我覺得雙子座其實很少 會真的對一個人 神奇或是真的很討厭那個人 我自己的經驗是 如果我覺得他真的 太侵犯我的隱私的話 我會有點沒辦法接受 那我們之後可以有一句話 還是找雙子座 我覺得雙子座就是 讓人又愛又恨 但你很難真的去討厭雙子座 吧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